看完了問題教師 再來看的是到底黑心廠商要付出多大代價 今天彰化地院先是重判大同董事長高正麗 有期徒刑16年 隨後就被警方無預警的拘提 緊接著已有逃亡至於裁定羈押 至於檢方申請沒受不罰所的19億 並未獲准 高姓被告定因執行刑16年 彰化地院火速審理黑心由大同常基案 負責人高正麗一審重判16年罰5000萬元 高正麗的律師認為判太重 而高正麗的心情也大受影響 沮喪啦 當然是比較沮喪啦 所以這個行動可能是比較重 高正麗被靠上手 靠眼睛睜得大大的 似乎有些反應不過來 被帶往地院開羈押廳 原來高正麗只是例行性向派出所報到 但是法院擔心高正麗會乘機落跑 干脆在宣判同時申請具體 將他帶往地院做預防性羈押 這也讓高正麗的律師大為不滿 當然是因為他判了16年 他認為說這個刑度可能足以讓 這個被告可能有逃亡之餘的認定 高正麗先生他都是有準時 有中午12點晚上8點 都是有準時到派出所報到的 這個其實是沒有逃亡之餘的 律師強調不會有逃亡之餘 而法院裁定高正麗收押 但不禁見 賣黑心油的高正麗在一審遭到重判 律師表示並不合理 一定會上述到底 幽電TV綜合報導